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征读 今节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讲启示录的内容 今节就特别讲解大灾难 大灾难基本上就有单个 就是七印、七号和七门 好了,我们首先就用这个图跟大家去讲解 好了,首先讲七印 七印其实要记的东西只有六样 为什么呢?因为第七样有条线指着下面七号 那里稍后再讲 所以七印其实只要记六印 而这六印其实都有一个结构 就是头一、二、三、四是一part 五和六是另一part 好了,首先我们记住第一part 第一part就是第一印 第二印、第三印和第四印 这里看到有白马、红马、黑马和灰马 白马这里写是敌基督 第二这个红马是指战争 第三这个黑马是指飞荒 而第四这个灰马是指向死亡 好了,第二part就是这个五和六 即是第五印和第六印 好了,第五印就是指向灵魂在祭坛之下 代表什么呢?就是那里是有殉难有殉道者的 这个灾祸的指向是指信徒的 而信徒他们会受到迫伯 所以他们也会有祈祷的 而第六印就相对是针对自然界的大灾难 也都是有人民的大惊慌 所以他其实这个指向就是非信徒的 记住啦 第五印就是指向信徒的迫伯 第六印就是指向非信徒的灾难 既然非信徒他们不懂得祈祷的话 他们剩下来只是剩下恐惧和战经而已 所以后面这个第六印 其实就是引发了人民的大惊慌 好了,这六印完了之后 就到第七印了 但是这个第七印 其实是有一片的天通直正 也有说就是这里有地震的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第七印是指向下面的七号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当这六印完结之后 这个第七印就会吹响七个号 一起来的 好了,那我们来到说第七号 七个号呢 我们同样和上面的七印的结构 都是相似的 就是一、二、三、四号是一部分 五、六号是另一部分 首先讲了第一部分的一、二、三、四号 首先第一号呢 就是有冰波、有火、有血的 首先说这四个号的白症呢 都是消耗了三分之一的 而第一号呢 就是消灭了三分之一的地 树、青草呢 是要消掉它的 好了,到第二号了 第二号呢 就是烧着的大山 那这里呢 其实是牵涉到一些污染的 那所以呢 这个三分之一的海呢 就变成血 好了 跟着了 就是第三号 第三号呢 就是有 墜落的星球 那也都有 就是令到这个三分之一的 淡水呢 就变苦的 到第四了 就是有天体 被击打 那也都有三分之一的光呢 是失去了的 好了 跟着了 就是 第五灾 第五号 和第六号 那这里写呢 就是第一样的灾祸 和第二样的灾祸 所以这里呢 就是另一个事件来的 好了 那第五号呢 这个灾祸呢 就是蝗虫之灾来的 那而第六号呢 就是第二灾祸 那其中呢 就是杀了三分之一的人 好了 那所以呢 我们看到 就是 七印呢 是有分 头尾 即是头一二三四 那第二个呢 就是五六 那第七号呢 就是包含 第七印呢 就是包含七号 那同样道理 这七号也是的 但是 头四个呢 就是四个号 在前面 跟着两个号 就是代表两个灾祸 那然后呢 第七个呢 就是 第三样灾祸 那但是 这个第七号呢 就是指落下面的了 好了 这个的指向呢 就是 就是一连串的七碗 好了 既然呢 是一层 包一层 再包一层呢 所以来到这个第七号 下面这七碗呢 其实是来得很急 很快的 好了 那再就讲了 首先呢 就是讲了头一二三四 之后才讲五六七的 好了 首先讲一二三四 第一碗 就是呢 人呢 是会生毒瘡的 那也都是有受印记的人 那而第二呢 就是 海 就是变成血的 我们看回 七号的第二号 它这里呢 是三分之一的海 变成血 那而去到 这个的第二碗呢 就是 这个海呢 是完全变成血 那所以呢 呢 这里的水壩呢 都死了 好了 跟着 就是到 江河 变成血 那在第三 号的时候呢 就是淡水 三分之一的淡水变虎 是三分之一 但是呢 来到 七碗这里呢 就是 全部的淡水都变成血了 那就是说 包在 第二碗 和第三碗呢 所有的水 都是 不行的了 都已经是受到污染的了 好了 到第四了 好了 这里呢 就是说太阳呢 就烧焦人的 因为太热了 那其实也是说到呢 是 前面呢 第四号呢 是有天体 被击打 三分之一的光呢 是失去了的 那现在呢 太阳的光的功能呢 已经是变了太了 所以呢 在下面呢 就是 被大热所敲的 的人呢 就会更加蝕熟神 好了 好了 接着呢 就是有另外三个碗 包括是 黑暗 白拉大河的水干 以及第七碗 闪电 声音 雷轰 大地震 那其实这里呢 相信呢 是来得很快很急的 这三个碗 所以呢 这个黑暗呢 就是那些跟从瘦的 就会有疼痛 白拉大河的水干的时候呢 也有 Kalau的账战 也是哈米吉多顿的战争 而到最后的第三碗呢 就是有闪电 声音 雷轰 大地震 所以呢 这也是最后最后最后 就是神的烈路 就要倒向巴比伦了 好 希望这样讲解呢 都可以让大家容易理解 今天节就先讲到这里